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这就是这个油化吧 这油化是在解放前呢 是很不普及 很少的看见有油化 那个建国以后 这第一个油化的要求 它就是画领袖像 只要画很多的领袖像 从马克思开始吧 要画很多 这每年这个油性呢 这都要画 所以当时那个需要领袖像的 那个是很大很大 因为领袖像 这个花肥也很大 所以需要这个油化眼神也很多 所以那个油化工厂啊 就是那个上海的那个 这个马力厂 这后来天津也有什么厂 所以那个建国以后啊 这个油化是大发展 这个油化是大发展 特别是后来的展览会 有很多很多的展览会 这都要画很大的油化 所以这个油化是大发展 这发展得相当可以 这个技术也更加提高 那个技术也更加提高 当时是 这都在学苏联呢 所以那个它的技 它的技术也很快提高 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是说那个它那个 这个油化就更加发展 就更发展 这特别是那个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以来啊 这个油化就值钱了 这次约然那个油化是不值钱的 就是说光是政治任务 所以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是说那个 它那个市场经济以来 就促进了那个油化 那个 就不管是风格的 多元化 跟那个价值的提高 就那是 这以前是想象不到的 是预料不到的 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在中国来讲是空前的 那个 就在院代朋友 那个许北红是画油化 他画了他没人要 就他自己他也舍不得 所以那个说明油化 这椅子 最后是那个是画许北红 是画马的许 这许北红 所以这个都是那个 理事发展的结果 所以我 就像这次那个展览呢 就是把这个 90年的那个情况 都可以看得见 所以这个 它的展览是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能够看见那个新中国 这个 这90年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 这是由少到多 只有简单到复杂 这个相当精彩 所以这个很感谢这个展览 所以我 我参加了 所以我也很高兴 我好 谢谢 今天 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